大家好,欢迎来到Dr.Fish频道 有很多人问我到底这个威力机drum filter 应该要怎么去做设置 所以说今天特别来去录制了一个视频 来去教大家怎么去维护跟设置这个drum filter 虽然说呢,这个威力机drum filter 它是经常可以有自己的设置 可以自动清洗 但是呢,由于呢,长时间的使用之后呢 这个过滤网呢,其实它久而久之会被堵塞的 因为来说,在这个养殖过程里面呢 这个网会支撑一些生物膜 所以说呢,我们就必须采用别的方法 来去将这个膜来去清洗 只是单单靠这个喷水的这个方式来说呢 它其实呢,是起不到百分百的那个效果 所以说呢,我们要进行对这个drum filter这个网清理呢 是需要每一个星期使用这个压力枪呢 进行对它清洗 如果你发现使用这个高压枪还是不能有效的将这个清洗干净呢 你就需要另外的刷子从内侧来进行来去洗刷 经过洗刷了之后呢,一定是可以畅通的 但是呢,你们要做这个动作之前呢 必须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必须要把这个总电影给关掉 等下呢,你手放进去的时候呢 担心这个自动启动的话 导致你的手被卷在里面 这个安全性的问题还是必须要小心 然后呢,至于说 在进入这个drum filter这个滚筒这个之前呢 不是有一段积水的地方吗 这个地方会有堆积一些大便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顺带的话 清洗的话 将这个开关呢,就把它打开 将这个肮脏东西呢 我们给它喷射出去 这样子的话呢 就每一个星期这样子持续去维护的话 你的drum filter基本上可以运用非常非常多年 而不会坏 首先来介绍一下威力极的一些基础功能 这一个呢就是进水口 然后这一个就是排五口 这两个连接在一块是排五口 OK 然后呢 这个就是出水口 水呢,从这进水口流入了之后呢 它就会直接进入到这个滚筒里面 然后呢,鱼池的水呢 会经过这个滚筒之后呢 透过这个过滤网进行过滤 将这个大便呢 或者是有机杂物呢 给过滤出来 OK 然后呢,干净的水呢 就会从这里旁边呢 流出 然后从出水口流出来 然后呢 这个滚筒呢 就会进行自动的清洗 比如说这样子 它就会开始旋转 然后呢 然后呢 进行 噴射 那个过滤网 然后进行清理过滤网 微粒机呢 它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就是说 水 污水呢 不可以满过 超过这个 超过这个滚筒的一半 如果一旦超过来说呢 触发到这个感应器呢 它就会自动开始清洗 它就不会按照 你的时间设置来清洗 对这个滚筒进行清洗 如果呢 清洗之后无效呢 水流呢 还是 过滤网还是堵塞的话 水呢 满到这个位置溢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机呢 就会发出警报 所以说呢 那我们呢 正常的 那个使用方式来说呢 基本上这个水呢 是 大约是高出 少少就好了 不可以太多 大约是整个滚筒的 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间的 水位高度 就可以了 这样子 如果超过的话呢 我们就要对于我们的这个清洗的 次数呢 进行调整 现在呢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VDC的一个控制器 应该要怎么去设置 这一个地方 这个部位就是整个总电源的开关 这里呢 就是 推上去的话 就是手动清洗 推下来是进入了 自动清洗的模式 那自动清洗来说呢 就取决于我们要怎么去设置这一个 这个控制器了 OK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里呢 就会有运 就是 待机运行 定时控制器的那个待机设置呢 这个时间呢 是用来设置到底什么时候来启动 这个清洗模式的 这样子的话呢 第二个选项就是运行呢 运行的设置时间就代表着 当一旦这个清洗模式一启动来说呢 那个滚筒开始滚动 到到结束的时间设置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设呢 你可以使用一个标签 贴在这个威力机的这九点钟的方向 因为来说 这个威力机的滚筒方向来说 是逆时中转向的 当我们贴好标签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运行 然后再计算 它的滚动的时间到底有多长 当这个标签呢 滚动到排污槽的尾端的时候呢 我们就记录下来 这个运行时间到底是多长 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呢 就设置在运行的时间那边 待机时间设置呢 就取决于你的本质上的 这个营运需求 通常来说 在鱼苗比较小的时候呢 我们会设置在一个小时 或者是两个小时来去运行一次 随着鱼越来越大来说 分辨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缩短那个待机时间 甚至于去到每15分钟 会清洗一次 这取决于那个过滤网的堵塞程度 所以说 基于一个原则就是说 水位不要超过那个滚筒的 四分之一的那个高度 如果超过的话呢 就需要调整这个待机时间 来去增加这个清洗的次数 然后呢 我们继续按控制器中间的按钮 进行切换 切换到这个业位控制的页面 这样这里呢 就有显示一个是延迟跟运行的设置 至于说 延时设置来说呢 是代表着 当这个滚筒开始启动了之后呢 需要等待多长的时间 才开始将这个水喷出来 清洗滚筒 这样子呢 第二来说呢 就是运行方面呢 就是这个喷射的 那个过程的整体的时间呢 应该要设置在多少 那这个延时呢 应该要怎样设置呢 才是最恰当的一个做法 以我的方式来说呢 我会用一个标签 贴在这个微粒机滚筒的 这个三点松的方向 然后呢 我又开始进行启动 这一个滚筒 然后呢 这个标签呢 一直运行到 这个喷头的位置的时候呢 这段时间 我就会把它设置在这个 业位控制的延时的时间上面 至于说业位控制的运行时间呢 我是会使用定时控制运行的时间 扣除掉这个业位控制延时的时间 之后剩下来的那个时间呢 我就会把它设置在这里 OK 这样子今天呢 我们的那个视频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